今天外面是同運在辦活動 但是呢 我們記得去年的11月30號 有30萬的民眾走上街頭 抗議多元成家法案 這30萬民眾都是沉默的大多數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戴口罩 就代表我們就是那個沉默的大多數 那麼現在外面同運在辦大活動 相對的我們是爸爸媽媽學生家長 我們覺得我們是很弱勢 我們是少數 但是呢 我們雖然是弱勢的少數 但我們堅持呢 要先找一個理念 就是我要有爸爸有媽媽的家 教孩子健康兩性 挺婚姻一男一女 把光明與溫暖游給下一代 這是我們的堅持 目前通過一讀的婚姻平權法案 他就主張開放同性戀呢 可以收養小孩子 可是我認為這個很不符合 孩子的這個最佳的權益 因為小孩子不是商品啊 小孩子什麼都不懂 他也不知道怎麼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種法案本來就是很不公平 所以我們在這裡啊 我們希望能夠呼籲 反對這種性解放來破壞台灣啊 這種事情應該交給全民公投 大家全體來共同決定了 所以我們希望那個立法院呢 可以重視我們這些沉默的多數 可以來維護婚姻家庭的制度 可以停止推動這種性解放的法案 整個教育的一個體制 整個性解放的制度 事實上已經逐漸的進入到校園當中 尤其通過性別平等法的一個過程 整個教育部在一群這樣一個基本法的要求下 讓孩子們在甚至現在通過教材 學進入到國中國小 甚至更小的幼稚園 要開始的來給予他們灌輸這方面的一個教育 那事實上我們感覺到我們是覺得很不妥啦 法案名稱趕來趕去還是性解放 都一成家草案 最初把他的性解放概念 包裝為同性婚姻 本身辦理制度、家屬制度、收養制度四大區塊 後來才把收養制度隱藏在同性婚姻與辦理制度草案裡面 又把去性別化的同性婚姻更名為婚姻平權草案 並且把各區塊分案送入立法院 但是判其究竟根本精神仍然是性解放 整個草案中父母用詞改成雙親 夫妻改成配偶 並且主張不論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 任何形態的配偶 與可隨時單方終止關係的伴侶 那他們的結合呢 都能夠共同領養小孩 伴侶關係呢 不但可由單方爭議解除 更沒有性忠誠的義務 甚至沒有同居義務 使得伴侶關係存續中受胎的子女 沒有婚姻婚生推定的效果 其撫養安排 僅得由當事人來約定 如此是否能夠給下一代 穩定健康安全的生長環境 去年11月30號 百多元成家的15萬人 是近年凱道大型公民運動之一 是多數弱勢對抗少數強勢 是抵擋性解放的一種代表 小孩子健康兩性 挺婚姻一男一女 挺婚姻一男一女 把光明與溫暖留給下一代 把光明與溫暖留給下一代 小孩子健康兩性 全 Kinder